欢迎来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这一讲开始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模块 规范期 这是你能不能成为管理高手的关键 我有个朋友是一家公司的副总 绝对是女超人 我就没见过她下过班 我还真以为她是喜欢工作 但回头她就告诉我 没办法 下属交不会 只能自己干 很多忠诚管理者都是这样 业绩全靠自己一口气撑着 根本不敢休假 如果你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模块非常适合你 希望你学完后 早日给自己放个长假 怎么能让自己安心休个假呢 你要先完成两个目标 一个是让团队能够可复制 可持续的完成战略任务 另一个是能够有效的提升下属的能力 推动业绩达成 也就是说 这个阶段 你的首要任务 就是搭建成熟的流程制度 以及给下属赋能 有人会担心 你不怕员工成长了 被竞争对手挖走吗 这个问题 我专门请教过一位CEO 他给我的答案特别有启发 他说 我更怕我的员工不成长 还一直待在我的团队 要知道 这个阶段 提升下属能力出业绩 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所以 在这个模块的开始 我先拿两奖来跟你说一说 怎么做好员工能力的培养 很多人会说 员工能力不行 那就培训呗 可是 培训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叫做缺啥补啥 下属缺哪方面的能力 就给开哪方面的课 能力不行补能力 心态不行补心态 我在刚到一家电商企业的时候 我下面的基层管理者 给了我一份商品采购门 反馈上来的培训需求列表 我看到排在第一位的 叫做阳光心态 我就问他 为啥大家需要阳光心态这本课 他回答我说 因为大家业绩总完不成 心情很差 压力很大 所以需要阳光心态这本课 来帮助大家舒缓压力 我当时就笑了 我说这件事的关键 不应该是我们找一找 为什么大家完不成业绩吗 因为完不成业绩是主要矛盾 它没有解决 现在再好 回到工作当中 还是白搭 培训当然是对的 培训的作用 是通过员工行为上的改变 达成业绩的目标 所以我们在培训之前 就先要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行为 制约了员工出业绩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才知道应该培训什么 你的培训才可能是有效的 回来看我的那位下属 他在收集培训需求的时候 至少就犯了两个错误 问错的人 以及问错了问题 发一个问就问下属 你们需要什么方面的培训啊 很容易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 因为员工没办法站在更高的角度 来看待自身的问题和能力的局限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首先要找到对的人 谁是对的人呢 我根据经验 总结了五大培训调研对象 他们分别是你的指数上级 培训对象 课题专家 人力资源经理 还有其他利益相关方 为什么要问他们 我一个个来解释一下 首先是你的指数上级 道理很简单 它对于要出什么业绩 是起到指挥办的作用 不和你的上级达成共识 你自己在那里培训的热火朝天 也没有用 第二 培训对象当然也很重要 你需要和他们一起工作 看看他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第三是课题专家 他们可能是内部的高手 也可以是外部的专家 总之 他们对于这个领域 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 第四 是人力资源经理 他们往往能够从业绩的角度 告诉你不同的行为下 被培训对象的业绩保险 第五 和被培训对象 有合作的利益相关方 他们可以是内部的兄弟部门 也可以是外部的客户 从对这五类对象的调研中 你才可能定位出 制约员工出业绩的原因 也就是真正的培训需求 找准对象还不够 你还要问对问题 总不能像我那个下属一样 直接问 你觉得被培训对象需要什么培训 那么你只会得到一堆 类似于阳光心态类的 似是而非的答案 我在文稿处放了一张培训信息收集表 我拿一个我自己的经历 来完整的和你演示一下 这个工具具体该怎么用 在当时 我要做的不是一个大额权的调研 而是针对当下最紧急 最重要的任务 找到突破口 所以第一步 我就找到了我的上级 首席商品官 也就是CMO 我就问了他 他对于培训对象 也就是我团队的采购们的业绩期待 是怎样的 对当前我们采购们 最不满意的点是什么 CMO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说 他的业绩期待是 希望今年的 合同谈判的反点 能够提升两个点 但是 目前采购人员的谈判水平低下 导致在过晚的谈判中 我们和供应商要过来的反点 远远低于业界的平均水平 于是我就得到两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 业绩目标 提升两个点的合同谈判反点 业绩差距 合同反点低于平均水平 你还可以补充几个支持性的问题 比如 这次培训 CMO能够出多少预算 他是不是可以参与到培训的设计中来 当时 CMO给我的答案 是希望以内部培训为主 当然 他非常愿意 以各种形式 参与到培训的设计中 好 获得的CMO的支持之后 接下来第二步 我就来找培训对象 也就是这些商品采购进行调研 你直接问他们 你需要什么培训 他们可能自己也说不上来 甚至 你也不方便直接问他们说 你们的能力有什么欠缺的地方 他们会担心自己说了之后 被贴上一个能力不行的标签 怎么办呢 你可以这么问 如果有个同事 在这个任务上表现不好 最有可能的问题 会出在哪里 或者反过来也行 如果有同事在这个任务上表现得异常出色 那么他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帮助你更好的避开一些敏感的话题 我当时是这么问的 我说 你们在和客户谈判的时候 有什么流程吗 在哪个流程环节 遇到的困难最大 如果有同事做得好 很可能是什么原因 记住 你要随时追问他们 把他们在完成任务的时候 在不同环节的具体表现 作为你调研证据的敞出 他们告诉我 合同反点谈判主要有四个环节 谈判条款设计 约顾民商进行三轮左右的谈判 内部资源协调和谈判结果落地 他们在谈判条款设计上 遇到最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你就要进行追问了 为什么他们会在谈判条款设计 这个环节遇到挑战 原来我们这些采购 不知道怎么去向供应商 去要他们市场部的费用 供应商在别的电商平台的市场费 投入是我们的两倍 那么你就要继续接着追问他 为什么你们不去要市场部的费用呢 原来我们的采购不知道 拿网站上的什么资源 去和对方的市场部去换 那为什么我们的采购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源呢 到这里采购门自己也达不上来了 反正就是不知道 看起来线索在这里就断掉了 我还得去找其他的人来继续聊 我在接下来三个采访对象的时候 还会继续向你介绍 我是怎么找线索的 不过对于被培训对象 你还是可以再追问一下 你以前接受过 哪些关于这方面的培训 来验证你的假设 比如我就了解到 这些采购 其实都在传统的商超 有了十余年的工作经验 在跟购物商谈判 内部协调资源 和谈判条款执行 这三个方面 确实已经接受过多次的培训了 所以听起来 谈判条款设计这个环节 很可能就是一个短板了 当然 你作为忠诚管理者 如果平时和基层培训对象 工作没有那么紧密 我甚至建议你 干脆抽出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和他们一起工作 直接观察他们 在完成任务的时候 在不同环节中的具体表现 获得第一手的调研证据 接下来第三步 我找到的第三个角色 课题专家 他是一位公司外部的谈判高手 我就向他请教 在完成合同条款谈判的时候 他是怎么做的 最关键的环节是哪一步 高手和新手的区别在哪里 他的回答 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那就是谈判条款的设计 是整个合同谈判中最关键的环节 对于电子商务谈判来说 网站的流量价值 是一个找供应商市场部 要支援的重要的筹码 他在进行谈判条款设计的时候 会把每个资源位 背后的流量价值 算给供应商听 于是我又获得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也就是这个电子商务谈判的 最佳实践 而我们的采购在这个行为上是缺失的 或者说是做的不够到位的 第四步 我又找了HR进行调研 我想听听看团队里头 不同背景的员工 在谈判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在这一步 我要获得的调研证据 是培训对象的KPI完成情况 HR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洞察 那就是 过往有做过网站运营的采购 要比单纯从传统零售出来的采购 在合同谈判这一块业绩有明显的优势 一分析 我就发现了 那些有做过网站运营背景的采购 对于流量价值的换算是比较在行的 所以在和供应商谈判的过程中 他们的底气也足 供应商也乐意掏钱 而传统的采购 虽然谈判技巧很好 但往往也就仅仅局限于 各种谈判技巧的使用 并没有让供应商意识到 和我们合作的真正价值 所以最后一步 我就找到了其他的利益相关方 也就是和采购合作的运营部的同事 那我就直接问他们了 在和采购们进行合作的过程中 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有哪些 如果我希望提升采购们的谈判能力 你们有什么建议给我呀 这些同事们都提到了这一点 那就是 采购对于运营的知识非常匮乏 偶尔有些采购 会在谈判前来找他们 零零碎碎的问一些 关于流量价值计算的事 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系统的 帮助采购们提高这方面的知识 到这里 我的培训调研就告一段落了 经过调研 我发现 我真正要解决的 不是笼统的谈判技巧 该邀请的 也不是所谓的谈判技巧的高手 而是要帮助采购们 建立起对网站流量价值计算的能力 并帮助他们用这些筹码 设计谈判条款 后面 我们按照这个思路 请了公司内部的运营部的同事 重新设计了培训项目 最终也一起达成了 合同谈判的反点目标 好 总结一下 这个模块 是你管理内功的又一次升级 这一讲 先来解决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怎么培养员工 不能一上来就拍脑袋做培训 你要先搞清楚 你要培训什么内容 也就是要做好需求调研 不要只问员工本人 而要调研五大对象 你的职主上级 培训对象 课题专家 人力资源经理 还有其他利益相关方 不要只会问培训对象 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培训 而是要挖掘出制约员工出业绩的真正原因 在这里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在做培训需求调研的过程中 遇到过哪些挑战呢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 欢迎来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上一讲 我从自己的经验里 给你总结了一套 调研员工培训需求的方法 但很多时候 调研完 你会发现 不止有一个培训需求 这个时候 你该怎么安排培训呢 就拿谈判技巧来说 应该组织员工们去上谈判技巧课呢 还是应该把谈判专家 请到公司来 给员工们专门做培训呢 或者干脆自己上 把自己的谈判经验 传授给员工呢 同时 该用什么样的形式 去搞培训呢 是把员工拉到酒店 或者山庄里 做一次分闭的训练营 还是在公司开讲座 或者是拉上几个骨干员工 专门给他们 搞一次内部的分享 一般企业每年 都会做好培训预算 如果稳一点的培训预算 就不到三万块钱 但是要给三十个人 甚至更多做培训 我怎么安排 才能保证 收到预期的培训效果呢 发现没有 就算你已经非常清楚 该给员工培训什么了 还是会在安排 员工培训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讲 我就来和你说一说 怎么找到正确的培训方式 以及怎么去衡量 下属接受的培训之后 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先来说第一个 怎么找到正确的培训方式 为了让你要更清楚的知道 怎么选对培训方式 我这文稿区放了一个人才培养的举证 我把需要培训的内容分成了四类 分类的原则 我是按照公司特有 还是行业普遍 专业技能 还是通用技能 分成了四个向线 我们发现 不同的培训内容 对应着不同的解决方案 先来看第一类 行业普遍的通用软技能 所谓行业普遍是指 这种能力并不是你们公司才需要的 这一类的能力典型代表 就是类似于职场舒服力 沟通能力 商务礼仪等等 这种课 所有公司需要的知识点都差不多 你要做的 就是寻找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比如 得到APP上就有非常多 非常优秀的这类课程 而且 你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让团队自学就好 如果是我 我就会拿出其中的5000块 给团队们买各种各样得到商的课程 填满团队的碎片化学习时间 第二类是行业普遍的专业技能 比如 团队管理能力 所有的公司和团队都需要 但是又非常的专业 最好的办法 就是请内外部的培训专家 直接来给你们上课 你没有必要去重新发明轮子 类似的课 还有 大客户销售技巧课 运营增长类的课程等等 如果是我 我就会花掉 我剩下预算的大部分 也就是2万块左右 邀请最优秀的培训师 在最关键的能力上 给我的团队授课 第三类 是你们公司特有的通用软技能 比如 领导力 胜乐力模型等等 很多公司都会请外脑和团队共创 因为你没有办法 把别的公司的领导力 或者胜乐力模型 套到自己的团队身上 当然 这里的外脑 可以是专业的咨询公司 那么 你可能需要向公司角色层额外申请预算 也可以是公司内部的HR 那就完全免费咯 总之 他们是外部的专家 他们有现成的模型 而你呢 更懂得你们团队的实际情况 所以 结合共创 是最好的 第四类 是你们公司特有的专业技能 比如 像得到的品控能力 就是他们公司特有 但是呢 有非常专业的一个技能 说实话 外部请来的培训师 那肯定不如罗帕老师专业啊 所以 这类课程 没法指望别人 你必须亲自开发课程 亲自给团队上课 类似的还有啊 给采购的电商谈判技巧 给财务的商业分析课 等等 这一部分啊 一分钱也不用花 那么 要在培训之前搞清楚 你究竟要怎么给员工设计培训 我建议你啊 先按照这个举证 梳理一下自己的需求 找到最高效的培训方式 接下来 我来重点说一下 怎么评估一次培训的效果呢 是学员课堂打分高不高吗 是培训完了之后 业绩突飞猛进吗 都不是 关键 还是要看 是不是给学员 带去了业绩行为上的改变 为什么不直接把效果定义为 通过培训带来业绩上的提升呢 因为业绩啊 受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影响太多 但如果有帮助于出业绩的行为上的改变 至少在人的能力这个维度上 培训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那么怎么做呢 有三个关键动作 第一 培训结果行为化 第二 学习内容罐头化 第三 产出表单流程化 无论你是请外部培训师 还是在你下次自己设计一次培训的时候 都能用上 我就拿上一讲 如何提高电商采购的谈判能力来举个例子 当时我团队的电商采购 在谈判前 不知道如何通过计算流量的价格 对谈判进行强准备 导致谈判过程中 无法把流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 如果我的培训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上课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我会如何安排这次培训呢 第一步 培训结果行为化 我在上一讲提到 培训的目的是要让员工发生行为上的改变 所以你在设计你的培训课的时候 就必须以中为始 你得提前想好 这个培训结束之后 你期望你团队里的基层管理者 在给下属做反馈的时候 到底要发生具体哪些 可以观测到的行为上的改变 那么在培训准备期一开始 我就会在纸张上写下来 这次培训的目的有两个 一 让采购在谈判前 能够计算所负责品类的流量价值 第二 谈判过程中 主动把流量价值作为一个筹码 进行利益交换 当然 也许有的培训 要改变的行为比较多 我非常建议你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这次培训结束之后 你的下属只记得住三个关键点 那么会是什么 不要谈多 因为人的记忆是有自然规律的 太多的信息反而容易过载 我个人非常建议你 少批量 多批次 不要赶着一种 什么五天全脱场的培训 多搞一些一个小时内 就那么一两个行为改变的微培训 接下来就是第二步了 学习内容罐头化 很多培训要让下属 寄一大堆的名字步骤概念 老师在台上做名词解释 同学们听得昏昏欲睡 我的办法很简单 尽量把知识点压缩成一个 小的不能再小的知识罐头 提炼出几个关键词 然后让学员们现场 拿自己的场景去还原运用 比如我就总结了 电商谈判准备三看两定法 一看日活跃数 二看用户访问时长 三看交易系数 一定我方筹码 二定供应商条款 你看一下子就把复杂的谈判准备 事项给高度概括了出来 未来的工作中 采购门可能有的用的好 有的用的糟 但是基本上一旦掌握了 这五件事想忘都忘不了 你接着就可以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演示一个真实的案例 你是如何用三看两定法 跟某个供应商进行谈判的 这两个部分我也最多用十分钟 那么剩下的四十分钟 你做什么呢 我会让下属立刻上手 自己尝试做一下趁热答题 我最喜欢的方式 就是角色扮演 人人过关 我会在准备课程的那一周 提前编几个简单的谈判案例 把供应商和采购相关的信息 各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把学员们两两一组 各拿印有相对信息的案例纸 让他们一个扮演供应商 一个扮演采购 扮演采购的同学 用这个三看两定的方法 进行谈判准备 然后请每队都上台 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的谈判过程 台下的同学给他们进行打分 学员们练习的时间 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 这也是一种参与感 让学员们参与进来 把课堂还给学员 我甚至还用过真人秀的节目形式 把同学们的表现录下来 然后让他们带回家 自己反复观看 看看自己在实操过程中 到底表现的好在哪里 错在哪里 这也是知识罐头的好处 它相当于你和团队之间的一种暗号 一种高效的共同的语言 以后你提到谈判前准备的时候 就不需要说一堆的要点 直接提到三看两定 大家就立刻明白了 不过就算是学员们在课堂上 掌握了三看两定电商采购谈判法 其实还是纸上谈兵 他们在真实工作中会去用吗 有没有形成肌肉记忆 你每次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检查他们有没有这么用 当然是一个办法 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第三步 产出表单流程化 它是指 把你培训的内容 直接变成他们未来工作中的 一个流程环节 而且用表单工具 帮助他们落地实践 比如我直接做了一份表单 把一个采购在谈判前 要准备的翻方面面 都考虑得进去 他们在建供应商之前 只要把这张表填好 三看两定的工作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同时 我的制度设计是 所有的采购 建供应商之前 先把表格填好 和上级进行一次彩排 跨部门要资源的时候 拿出这张表 复盘的时候 还是看这张表 这样 这个培训的产出 才算是在你们组织扎根了 其实 我们这门中程管理课上的 很多内容 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表单 直接进入工作流程的 我给你举些例子 比如 我在第二讲提到的交接清单 你可以给你的团队转讯后 直接用这个清单 要求你的下属 以后交接的时候 必须按照这个标准填写 再比如 我在第八讲提到的 行为面试法 你就可以制作一份 面试提问清单 然后要求你团队的面试官们 按照面试清单上的问题提问 并且用START的结构 记录候选人的案例 最后 我提醒你注意一下 有些时候 你下属的培训 是交给培训部 或者是外部培训师的 我也建议你 用这些标准 和他们一起 过一遍培训的流程 总结一下 要让培训取得预期的效果 你需要完成两个任务 第一个 是找到正确的培训方式 根据 是公司特有 还是行业普遍 是专业技能 还是通用技能 来选择合适的培训方式 第二个 是找到正确的 培训效果衡量的方式 那就是 用培训结果行为化 学习内容罐头化 敞出表单 流程化 这三个步骤 让你的学员 发生绩效行为上的改变 在这里 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分享一次 你组织过的 无效的培训 如果重来一次 你会怎么评估 培训的效果 欢迎在留言区 和我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